歡迎大家回到今節的動漫戰隊,我們繼續討論這個2023年7月的新番番組 先提一句番組數目中多,我們不可能看完所有番組,甚至你可能覺得沒什麼分享都不會特別討論 但今節主要都是一些戀愛番組和奇幻類的東西 再補一句,還有有些番組我們沒有說,可能是看不及,或者沒有什麼想分享 不代表是不好看的,大家高台貴手,有時候可能是有趣的,有時候可能是季尾再加回來也會 上季有世界大衣的後面加回來 來到今節,第一套就是我的幸福婚約 其實這套我是在Netflix看的,很久見他有一些簡介的東西 簡介寫說這套東西是做什麼那類的 我以為是近一年多的一套大政處女儒家畫那一套 那套都很好看的 就是說那個女生嫁到另一家人 原本就是她的未來老公是否很古怪 或者好像很瘋狂那些 結果過去就是可以有好的時光 跟她共度得到的那種偏向治癒的那種 那就是這些 因為說女主角的身世都很慘,家人對她比較好 就是灰姑娘的感覺 她連開幕也有寫她是灰姑娘 其實第一集,你很簡單的一句 即是大政版灰姑娘 就是美妻自從她繼母和妹妹進來之後 她個人就被她整個家人虐待 又叫她做些操縱事情 又經常罵她 去到她可以談婚論嫁的年齡 原本她就跟一個有一點點心儀的對象 就聊了很多話 應該是家族上有些事情 是大家應該會通婚的 而那個人應該原本那個男生 每次來親家家裡 就是去找她的 找女主角美妻的 但是她都知道應該他們會一起結婚 即是這兩家人是要通婚的 而後來到底那個家人怎麼安排呢 那如果只是跟她結婚很開心 那應該大家原本不是這個作品會做的事情 那那個男的就直接入罪了美妻的家庭 但是娶了一個就是她的繼妹 她的繼妹還要很classic 就是很鄙視地看著美妻 她的繼妹和繼母 如果說笑是玻璃面具那種感覺去演繹 就是要出來哼哼哼哼那種 應該要在哼哼拿著線的感覺 很 standard 所以為什麼是神奸劇版的灰姑娘呢 因為美妻又是很慘 為什麼我媽死了之後會這樣 但是沒辦法 我都是這麼悲慘的人生 其實原本這裡 有一點每樣東西 有些東西伏筆伏筆在這裡 那一刻我就想 那個爸爸我還蠻糟糕的 你真的不當女兒是女兒 那是不是又是那些美妻跟妾氏生的風雨交加 在這裡行雷閃電之際 我們兩個做錯事 跟下人生了一個女兒出來 唯有當她是工人 又不是 後面說回 原來她的媽媽本身才是證人 是大婆 這個反而是她離開之後才娶回來 那為什麼會把女兒幹成這樣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原來是第二集才會解決 第一集說完就是她很慘 還要即時說 你的繼妹就有一個好人家 那你也要嫁出去 那你嫁給誰呢 嫁給一個大名鼎鼎的九堂青霞 九堂家的人 然後說九堂家 然後就說 好像有些不太好的明星 說少爺有些問題 還有說每次有些未婚生去到九堂家 都幾天之後就被人趕走 是趕走而已 不是不見了的 趕走而已 沒有那麼恐怖 幾天就被人攀扯 但是她第一集拍得很好 還有她應該想著自己被人攀扯 就無家可歸 那第一集做得很好就是 她知道自己要走 也是準備好東西就要走 但是她慘到連走那一招 是沒有人跟她送行的 然後就是自己一個人 自己找地址 慢慢去到九堂家 有一個客人 叫做前一晚準備了飯糰給她 但是那一刻也有些慘 都是說 你只有這麼少的東西要拿走 她說是的 其他媽媽的東西都被她丟掉 那些 我簡直覺得應該以她的心情狀態 哪怕有一天拿八刀 刺死那兩個才走 應該不出奇那種 是的 還有一個很慘的 就是她知道 她那天要宣布分訊 其實那個男生在那裡 她心儀的男生在那裡 她是出去下大雨 很classic的 擔著一把傘 很哀怨的三七面 然後那個男手 我對你不住 是的 還有一件事 這套女主角是尚田麗去配的 她配得很好 很好 第一集她直接配到少少 你聽到有些 有些近哭腔的東西 她說一些對白 真的可憐 她真的很可憐 有沒有人可以對好一點 有這樣的感覺給觀眾 她配得很好 沒錯 如果你第一集完結 就是她去到九堂家的家 你就真的看到她所謂的未來老公 九堂青霞 那就完了 妹妹就是座倉靈音 她直接用她再八婆一點的一色的調音 很討厭 你真的想沾回去 你真的 今天第一集完結之後 我想都很好 就是當大正版的灰姑娘 然後去到一個新的家 有一個新的人生 或者是大正處女儒家華的那套 甚至你看過描述都知道 這個九堂青霞 都是一些冷面帶很關心的那種 還是愛冷內熱 其實很關心她 很愛她那種 這件事是沒錯的 沒錯的 是的 而且那些畫是很美 很美 十分之美 有一幕去九堂家的時候 是有些花 慢慢沿路走過去 是的 那些畫是很美的 人和景都很美 誰知看了第二畫 這件事就覺得很有趣 這件事 他故意留下這些畫 他又回憶 其實九堂先生好像對我 都好像很忌忌 不是忌忌 好像對他都不是很特別 又不特別趕他走 是不是在顧忌我呢 他不是以為我也是有見鬼能力 然後我問什麼能力 他說什麼 他說他以為我不是有什麼能力 之後他就回想回 然後他拍了幕戲回憶 他和他的妹妹 小時候 在房間裡 我發現怎麼變了通 房間裡放滿了白色的蠟燭 然後爸爸就放在盒子裡 然後說 現在我要測試一下你們兩個 有沒有見鬼的能力 還有見色神的能力 然後揭開了盒子 然後拍到蠟燭逐之逐之色 就是有些鬼走過 然後妹妹就說 不要過來啊 好害怕啊 接著 女主角就是看不到 好像看不到什麼 所以那個爸爸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 他應該之後會再說 總之那時候爸爸發覺 原來你有見鬼能力的 以後 我們在血脈中有成計 你結成了我家的東西 然後就說他開始操控色神 原來這套東西是有這個設定在 就是玩奇幻的 原來 原來為什麼他這麼冷落變成灰姑娘 就是因為他爸爸覺得他不繼承血脈 做不到他的繼承者 所以才對他好像垃圾的對待 然後去回九塘青霞 原來九塘青霞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軍隊的人 然後他的軍隊是專對付什麼 他是對付異形和怪物的專責軍隊 接著他在特訓過程中 原來他可以召喚元素 飛過火 飛過兵 去打其他東西 那套衣服 你不是當成劍心裡面 後來齋藤經常穿的衣服嗎 他就像齋藤那個衣服 很帥 接著我們這個部隊 雖然現在異形很少出來 但萬一出來就很大件事 所以我們都去做好準備 但後來又回到 有時候他在做文件 一會兒下屬說 今天你整個嘴臉 你又攀了未婚妻走 然後懶著他 說什麼啊 知道你生氣我走 那你又在想 其實他同時並行 又說一條先心一副 他又初初是不想吃女主角做的東西 覺得陌生人做的東西 我不會亂吃 但他又發覺 我那句話好像衰了一點 所以第二天 你也是幫我準備早餐 那些位置其實挺好看的 他那個是 用現在的Terms 叫做霸道總裁 因為他第一次 那一刻 其實你想想那句話 很傷的 真的很傷的 你落毒都高明一點 我不會吃你的東西 接著他回家 跪在那裡 然後跟他說 對不起 我知道你不會亂吃陌生人的東西 我其實應該是留給你的工人去做的 對 我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但他說其實是我的問題 那一刻又有趣 深刻乎他那個工人 其實是 他一去到那間屋 他那個工人對女主角已經很好 你也感覺到 可以了 現在應該是對他好的 接著你這樣看下去 之後他說 明天工人會遲些才來的 你幫我準備早餐吧 然後說你準備了你那份東西一起吃 你覺得女主角也是越來越幸福 都OK 但是誰不知 他又是慢慢越揭越多 其實這兩集 然後呢 到臨完這集的時候 就切了一個鏡頭 就回到他爸爸那邊 即是女主角的爸爸 就說 聽到電話 就是對面跟他通婚那個家庭 即是被兒子入罪那個 就是對面的爸爸打來 你以為兩個人是一個 嘿嘿嘿 我搞個女兒給你了 我的兒子就是你兒子 以為是說這些 誰知道不是兩個人在罵架 罵架罵什麼呢 對面的爸爸就說 跟那種不同 你不是說大女兒是給我們的嗎 然後他就說大女兒 我沒有說過給你們 即是我現在給了那個人 原來他就說 我不隨便給你 為什麼要交給誰 你怎麼交給九堂家的人 然後就說原來女主角 其實是有 不知道什麼能力的繼承人 沒錯 所以其實 你想回這兩集 發生很多事情不合理 覺得 喂 女兒沒有見鬼能力 即是你另外女兒會撞鬼 你都不用 即是當了那個人是垃圾 還有 為什麼你要這樣架她出去 真是很古怪的 那你現在看回那個爸爸 原來 而是因為有些什麼事 想要放她去另一個保護她 或者 他說因為 自那件事 即是那場什麼 見鬼測試之後 他說是 把她完全隔離開 不讓她接觸任何這些 類似陰陽那些事情 那你發覺現在 原來正在保護她多些 不過中間又不知道為什麼她這麼壞 我不知道她保護 還是真的想拋棄她 或者是一個權力的爭鬥 現在正在弄一些復筆 就是她有些能力 應該是更恐怖一些 所以要 專門給九堂家去看著她 還有青霞在今集 她感受到有點古怪 因為她說 第一 她為什麼會對她這麼差 然後還有 她說她的家庭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很奇怪 她開始踩這些東西 那應該 她還說 不希望能挖到什麼事 這樣說 應該在異能方面 這件事 覺得設定很有趣之後 她推出了一個故事 另一方面 你說放閃 其實是OK的 我相信後面應該越來越閃 是的 即是她第二天早 那個伯仁就好像姨媽笑 就是 少爺 少爺 少爺的口是這樣 其實她很善良 那你都知道 少爺其實很善良 然後第二天就說 你早上幫我準備早飯 然後說 為什麼她不準備一份 我沒有胃口 叫她不用準備 你準備完 坐下一起吃 那一刻 是不是夠小 霸道總裁那一刻 對你好 挺好看 挺好看 她有幾個時刻 例如第一集很慘 或者第二集 青霞跟她說 就是說 我不准你說對不起 你為什麼在那時候說對不起 你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即是她很冷酷地說 其實是很關心雷豬 這些事情 我覺得如果大家是適合這類型 她經典 我以為是看阿信的故事 怎麼知道她 有異能 然後現在可能她才是 咒術之王 所以為什麼隔離了她 不讓她碰那些東西 你也不知道她當天 其實她是否真的見不到東西 會不會她已經見慣了 經常都走來走去 無緣無故一隻兔子跳過 我又怕了 我想當然是不是這東西 所以你不怕 是見紙 看到後面 我當然不動 這麼小 我早幾天見到那兩層樓很高 我想當然是這些 你又想看那條線 那些見鬼性的東西是怎樣 然後 男女主角 你又想看他們兩個怎樣 它混合這東西 挺有趣 我現在也挺期待後面雜數的 還有好像 我看Netflix今季有些東西都是正的 就是它今季有幾套新版 應該都很貼原本進度 不是好像那時候 有些可能遲了一兩個星期 估見好像遲了一兩個星期 不是藍色時期 應該就不是 我都看見《衣頭更新》 那頭就已經放在那裡 那天直接被那裡追回 你什麼 或者你的電視劇 那又減半季 那你不要這樣做就可以了 不是 不要晚了一星期 晚了一星期真的很難去看 是啊 那時候藍色時期 那些我都沒辦法 都要走出來看 那你另外變相 那時候下時光也是這樣 現在可以 當個星期去看就最好 沒錯 然後下一套 下一套就是這個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的第二季 那上一次也有說過 其實他是一個3D Team 那他們兩個都是放閃 但是他的3D其實做得不錯 那今季其實 繼上一次 其實他們在主線方面 因為死神少爺就是 他受到詛咒 他不可以碰人 但是他身邊就是一個 大波女僕在照顧他 他經常在識誘他 但是第一季他們兩個之間 那個感情的進展 其實都挺大的 就是經過了一些關鍵事件 我記得其實所謂識誘他那些 根本都是想他 就是不要像斷了 跟別人的接觸這樣去對他 是啊 還有有時候玩一下他 兩個在那裡放閃 也很好看 那中間主線其實都有走過 例如他要找一個魔女的詛咒 那有些東西其實他都說了少少 但是你說主線推進 暫時未去到真的 未找到詛咒 或者怎樣解決他的方法 暫時未 但是多了很多很有趣的人物 例如有人類那邊 他自己 例如他原本是家族繼承人 但是因為他身體的關係 就要另一個兒子去繼承 還有他每關 或者他跟家人之間 甚至一些魔法界的人物都OK 這次一開季就已經是泳醫護來的了 哈哈哈哈 我不去兜 馬上來泳醫護給大家開心一下 而且他怎樣玩泳醫護呢 因為他住在一個很落雪的地方 他就說他用魔法弄到屋子很亂 然後在水池那裡玩泳醫 那這些服務是OK的 就算是3D來說 他算是這樣的 還有就是因為他上一季有見他媽媽 其實他跟他媽媽的關係不算太好 但是他這次已經是說給了一個期限 就是如果你解不了 你就不要回來 就不要承繼我這個家族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推展主線的東西 那甜方面就不用說了 無論是曖昧或者所謂色友 或者是少爺本身有一點自覺 有時候都做到一些很有趣的劇情 我覺得如果甜或者放線方面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一試這套 我覺得第一季是蠻好看的 我應該嘗試你推薦這套 然後到另一套 又是一些顏色去分 然後就不是黑女薄 是白性女於黑巫師 今季那些都是戰隊 不同顏色的 其實不用說他們是白紙 這套真的是白紙 這套不知道是什麼作品 神經病一開又整套白紙 什麼都看不到 那就是當初看這套東西 就沖著四個字 動畫工房 嗯 那動畫工房就做回到老本行 那就是當初幾擔心他 就是做完我推之後呢 就變了轉型還是什麼 那現在做回到老本行 最打架那樣東西 就是放閃的日常版 那這一套白性女和黑巫師呢 那就是主要就是講一個聖女在一個 那個城鎮 小鎮 小鎮在一個教堂裡面住宅 那也都有我們的主角 那就是藍牧師呢 作為一個拍檔 那因為鎮上面的人呢 來討告啊 或者來告解 或者來來 亂移一下 都會找聖女做一個 求助啦 你跟他談訴啊 求助之類的東西 那他 那就是有用角上用貴啊 那是誰的 高爾大人的 哈哈哈哈 高爾大人 那高爾大人 高爾大人都是一個吉祥馬 但他不會跟他談的 那個 他想談他也會的 哈哈哈哈 他跟你談Gundam都可以的 哈哈哈哈 那他在其他的村民面前呢 就是很聖 很神聖的那種feel 那又完美無下 那他就出來的 那去到見完客人走了的話呢 就是他跟牧師在那裡 立即躺在那裡 整個小賣的樣子 哈哈哈哈 那牧師就非常疑惑 到底為什麼 因為只有我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呢 一有人開門進來的時候 他立即就可以變回身 變回他原本的樣子 他這樣變來變去 就是覺得他很奇怪 那聖女呢 其實 就是剛才轉變 就不是那些什麼 福卡亞衛 他真心是使用神的 只不過他營業模式 和他平常模式 是有一點點分別 就是我不想做那麼多 你讓我坐在那裡 但是羅倫 就是牧師 就是做一個聖女 你就是要維持一個神聖的形象 怎麼會這樣 這時候會鬆懈下來呢 那些 其實應該有點像 普通服務行業那些 就是做一些櫃位那些 那些 沒有客人來的時候 立即起下來的那種 那種心 那種感覺 但是他這裡就變成聖女 就是這樣 那這一套東西 就是動畫工房那種 不是華麗 他不是展示很多東西 但是 是白紙 不用弄個三木齡給你看 至少 是啊 有什麼三木齡 聖女三木齡 哈哈哈哈 巴爾克什 是新集送名 可愛的感覺 那就是因為他轉換那個模式 很明顯 他就是有少少暗戀 黑木師 那也都很想在他面前 就依靠他 或者是兩個人 因為他其實兩個人 在一個教堂裡面 都算是同住 或者工作的地方 很多時候相處 有少少暗戀 但是羅倫就是一個 很耿直的牧師 他很關心這些村民 但是他對感情 完全接收不到那種電波 就是有一個位置 我是讚不絕 我覺得是今季 其中一個白紙 做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兩個 就會出去 去城市去買東西 或者補給 或者跟村民聊聊天 下雨 兩個人沒有帶傘 在一個善逢下避雨 很大雨 逛逛逛 就突然有一批情侶 就是他信徒 就是牧師和聖女在這裡 我們這裡有一把傘 我跟我男朋友 單一把傘就可以了 我給你一把傘 那我就可以跟他 單一把傘走 這樣 博手博手拿出去 然後就給他一把傘 那他剛巧就 中正 聖女的想法 就說 這樣就很棒 這樣我就可以跟他搭 但是牧師就在這裡說 如果兩個一起搭 你會淋濕的 不行 所以整把傘給你 你聖女 我是牧師來 你弄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兩個在這裡爭持了一會 最後就談好 準備要 兩個真的一把傘走 一把傘走 出到去 停魚 哈哈哈哈 你咬這麼久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 很漂亮 但是他的金譜還沒完 然後聖女就很灰 踩到水桃 神啊我求你下雨 踩到水桃 然後羅倫就說 你濕了不行 你不可以這樣 然後就 一手公主抱他 羅倫就很擔心 你濕了會感冒 快點走回去聖堂 然後說 聖女小聲地說 我不想你走得這麼快 哈哈 那我覺得 這些舒服 就是動畫工房 最厲害的東西 大家就是要這些 是 這類版就是要這些 那些作畫 我覺得那些人 就是動畫工房 一貫畫出來 就是受歡迎的那種畫風 那裡面的劇情 都是看得非常輕鬆 很可愛那種 那我自己看這套 是非常開心的 日常版就是要這些 是 那我自己就非常推薦 這套 有興趣就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 後面那一套 差不多 那接下來那一套 都是一藍一淚 都是黑和白的 也是逐季作品 不過就是上次 大家說 尾就是 好像一般般 還有中間有些東西 滑了幾轉 那 差點的作品 銀沙唐絲與黑妖精 現在是第二季 承接上一季最尾的劇情 就說 那個妖精 就為了救阿安 阿安 出賣了自己的那隊翼 然後就去 跟了第二個 跟了第二個走 嘩 兒子沒有了 哈哈 那今季的承接 阿安當然要追兒子 那個女生其實是工房的女 直接追到他的工房那裡 就打算搶回妖精 八婆 拿回兒子過來 那他還沒去到說八婆 雖然他覺得他很八婆 但是其實阿安的朋友 安排了 某程度上來屈他 就是說 你來不來? 你來就可以搶回妖精 你不來就不知道怎麼做 我真的覺得兒子沒有了 你來我這裡打工 順手就可以了 拿回兒子 所以安承接著他 剛剛贏了皇家的認可之後 就作為一個銀沙堂師 就去了那個工房 某程度上他真的為了兒子 因為他去到工房 那個大小姐完全是走科一摸 就是抱著下意 你不可以離開我 你不可以見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見他 我就會拿著你的翅膀 當然 去到工房 原來那個工房 是一個比較衰落的工房 因為他爸爸又生病了 他的職人剩下三四個 他的女兒又這樣 然後他爸爸在病 他的女兒又這樣 就是爸爸睡在病床上 我也知道女兒有什麼事 但是我不可以默默為了給你 我現在給你條件 你來工房做職人指導 然後你完成了工作 我就還給妖精 然後那個女兒 走回到魔導 就說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回房了 我不會給你條子 我覺得很害怕 那也都很明顯看到 他今季的主線 就是在工房做職人指導 某程度上 可能要拯救工房 最後才可以拿回霞兒 因為他劇情已經做到 就是霞兒的翅膀 其實阿爸已經拿回了 那女兒其實都看到 頭兩集都灌很多漂白水 他說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 因為他很關心這個工房 他覺得自己做一個銀沙堂師 不可以做銀沙堂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由於是他的女兒 所以也不想讓他參與這個製作 所以不讓他做銀沙堂 現在又被他想到一條兒子 想不到做沙堂師 起碼有一條兒子陪我 現在那條女兒過來 又做到銀沙堂師 那條兒子的心是向著他的 那不就不斷 那主線來說 重振這個工房 有沒有看頭一般一般 我聽到那些角色 好像覺得有時候太太太太 是太太太 而且這些位置 以上季 我預計他應該是 好像上一季的套路去走 我自己就一般一般 因為上季你說有個 他那個什麼青梅竹馬 女主角那個 出來例派火箭兵團 搞完一件事又搞那些 又未到你很痛快那隻 暫時第一季 暫時這一季 未見到他出來的 他說他不見了 但你怕會不斷套路 就會變成這條女兒 到時候回去幫奶奶報仇 那些 聽到有八婆很難頂 你說他現在第二集 都有些東西 例如他開始改革工房 因為他說他工房那些 即他作為一個職人指導 他不可以親手下去做 但是他說他怎樣去指導其他的 銀沙囊絲 可能之後會有其他東西看 但是他就不像第一季 去不同的地方 有 我們上一季就說 有些單元的故事是好看的 我希望他今季會去回正軌 而且今季起碼頭兩集 阿安未去到 瘟仔瘟到很反感 當然他跟阿夏已經見了面 他都說 我為什麼來救你 因為現在另一個女兒 瘟仔瘟得過分一點 是啊 那個真的很Bitch 他真的 走進房間 然後說我不管 我不管 我一定要一條兒子 這些位置我聽完之後 有點難頂 但是我還頂得上 可以看一看到最後會不會 那條八婆 跟那個 含家產會一齊 然後再 你兩個 是不是壞樣子 都要買一堆 物以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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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JC的畫 我覺得還可以 他能保持第一季的水平 嗯 這套 不過都看你看了第一季之後 感覺如何再決定 沒錯 另外一套 都是一個 就是 都多fans的一個title 大title 都叫做 Band Dream 那他今季就出了一套 叫做 Is My Go 是新系列來的 那一開始就先利身了 那我就曾經是有玩過那隻遊戲 還有曾經都有一段時間 起碼那些動畫我都看完 那些都叫做 算fans fans 那類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他動畫那些 特別就是他之前那些 四格那裏 我覺得他剪了東西才做 就是短篇那些 你說好像欺負了東西 都不知道做了什麼 那變成整個系列 其實都開始就 有些 深淡 很想看下去 是 但是呢 直到我看了這套 嗯 我覺得這套東西呢 對於這個系列來說 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他的主軸其實都是說要合樂隊的 都很正常 但是呢 整個系列 是跟以往看的那幾套是不同的 以往那些呢 基本上是開心仔來的 我會形容他 嗯 基本上一班人很開心 無緣無故在合樂隊 無緣無故在拍攝 很順利 很美好的感覺 但是在這一套裡面呢 他是想玩劇情 多於合樂隊的方面 那劇情有沒有看 劇情呢 我略略說一下是什麼 一開場呢 就在說他們那個樂隊是解散的 哦哦哦 是的 但是那時候你不認得那些人 你不知道有什麼事 那接下來呢 就來了一個女主角 就是 粉紅色頭髮 粉紅色頭髮 射孔 長頭髮 不是啊 不是啊 如果是那套就好看了 哈哈哈哈 不會累是不是 就是會溶掉的 哈哈哈哈 他性格比較像 紅色的 但是就粉紅色頭髮的 比較像啦 不過紅色好很多 那麼他來到這裡 但是有香港腳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香港腳 那是起哥 那是起哥才是香港腳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加一個 切頂 哈哈哈哈 那麼就說回這套吧 他是一個 剛剛轉校過來的一個學生 是 他來到這間學校之後呢 就發覺很多的同學呢 都有組樂隊的 就是每個人都揹著結他周圍走 那麼他呢 就在那裡想 不如我都組一份吧 這樣 這間樂隊有學校 開始找 他說原因呢 就是 因為他是之前 Band Gym那些 幾年之後 哦 就說這間學校呢 原本就是他們 那些 就是曾經有些 大手在那裡 變成了整間學校 都有這樣的風氣 那不是挺有趣的嗎 挺有趣的啊 挺有趣的啊 打算跟風 那我找一下人 看看合不合得到 我自己都認識 一兩個cord的 這樣可以去試一下 那順手呢 就在那裡問一下 他坐在隔離位的那些 那些同學 你沒有合得到的 不如在那裡合得吧 然後呢 就面有難識啊 或者什麼 那這個就像波池了 就有一些蛇孔的 收收埋埋 喜歡撿石仔 那些這樣的東西的 就躺在一旁 不想理人 那種的感覺 然後事態發展 就開始發現 原來他以前是有夠跟班的 是啊 但是他就 因某些原因 就不想去跟班 之後呢 就陸續找出一些 不同的成員回來 那些這樣 但是呢 那些成員一聽到 他以前招呼過的那些朋友 就發覺原來 他們中間的人物 是有些錯綜複雜的關係 是 寫人物關係就寫得多於你真的夾兵 因為一些原因他們就成功組成團 但是中間去到要練習 練習的時候又發覺原來女主角自己本身 也是有些心病有些問題要解決 這套東西就不斷寫角色自己之間 有些什麼心病再去解決那方面 而正正式去看他最本行 Live 或者夾兵那些東西 其實好像做過一次 但是故事能否明白到你想看下去 我想看下去 那就可以了 我覺得他走這個方向 不像以前的開心仔細說 Yeah 夾兵 反而新鮮感會更多 但好奇一問 以前那幾個團都繼續有歌出 即是故事有講幾年後 是有溫的 我看到有 我早陣子還有新碟出 有新碟出 那可能故事就講幾年之後 其實也挺有趣的 其中有一兩個在這裡打工 在他裡面的Live House 那設定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那這一套的故事 我其實覺得是OK的 但是呢 不得不提 因為這套理論上是Bandjim 理論上是一套音樂為主的 那音樂的質素應該都很重要的 那很不幸地 那個 很不幸地 很多人說是一般的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不是很貴的 我之前講的那一套是Monofonica 那一套 但是這一套是另一個 即是另一個 對 再新一團 不過Mocal聲 如果自己不對 我自己不對就差一點 難搞一點 但是反而它裡面的劇情講 它那首歌的歌詞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嗯 很有趣地 音樂回到 但我不喜歡那些音樂 但我反而喜歡那些劇情 那沒有已經很過人 值得一提就是這套音樂的第三集 因為它第三集是在寫著那個女生 即是當初他們為什麼會解散隊Bandj 就由其中一個的視角去看電影 結果整集大部分的內容是第一身視角 齁齁 是的 那出來的感覺是異常地好的 我自己也挺意外 好看的 嗯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開咪這一刻其實播第五集 即是每個人的進度是比其他那些粉絲快很多 他一次過推了三集出來 噢 那 那 可能現在流行 是的 是的 但是我看到第三集 我明白為什麼他一次過推出來 噢 這有意思 這個有意思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這套雖然都大系列 可能都有人要看都一早開出來看了 是的 但是有另一套呢 理論上也是這一類系列來的 一些外傳 是的 但是為什麼不是放在之後那一節 之後那一節還有一些魔幻向 穿越向那些呢 那相信大家知道是哪一套的 那麼 之後那一節回來 跟大家說一些魔幻向 冒險向的作品 好了 休息一會先了 那之後回來那一節的動漫戰隊繼續 好